我們看這一題 X介於0到360度之間 他要解方程式 這怎麼解 我把這個合併 sinα加β 就兩倍了 sin 2分之 α加β 就2分之3 cos cos的2分α加β 或是β加8分之4 2分之4 這個等於多少? cosα加β 就兩倍的cos 2分α加β加2分之3分之4 cos2分α加β加2分之4 或是β加8分之4 2分可以消掉 然後移過去 移過去2分之x可以抽出來 cos2分x sine 2分之3x 減掉多少? cos2分之3x cos2分则 等於0 cos2分的2分之4x 等於0 cos2分的2分之0 cos2分的2分之3x 代表這2的x是等於90度 90度了,這是2分之π 加上多少呢? 就是2分之奇數π就對了 這是2分之多少呢? 2分之奇數π 再加多少呢? 再加那個nπ 就是90度的話,90度嘛 230嘛 就是說2分之8以後,加1π加2π 這個都會讓cos的角度等於0 那現在的話,x是介於2π跟你之間 所以,這個它是小多少呢? 那x的話,它是多少呢? 它是等於π加上2nπ 這個小的2π,大也等於0 所以如果n是其他的話,就超過了 所以n只能等於0 也就是說,x等於0 x等於π x等於π cos這個就是0 x等於π 就是分成1 所以,分成2分之3x等於1 4分之π,再加多少? 再加mπ 那這樣x 就等於多少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2分之3x 借於哪裡? 2分之3 x 借於 2分之3 3乘以2π 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角度 它是借於多少? 這個是3π 這個角度 小於3π 大於等於0 那小於3π 大於等於0 有可能這個等於4分之π 如果加1π 就多少? 就是4分之5π 4分之5π 再來多少? 4分之多少? 再加4π 4分之9π 再加4分之13π 432超過了 所以2分之3x 只能是這四個值 這三個值 那這三個值的話 我就曉得x等於多少? 等於3分之2倍的 4分之π 4分之5π 4分之9π 那這樣的話得到 這是2月掉 6分之π 這要得了 或者是6分之5π 6分之5π 或者是2消掉 2消掉的話 是6分之9π 6分之9π 3得9 3得6 3得6 2分之3π 所以的話 這x的話 可能多少呢? π π 或者是4分之π 4分之5π 不一樣 不一樣 不對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我寫錯了 x這2分之3x 6分之π 6分之5π 還有2分之3π 他的解就這四種情況 谢谢大家